富邦银行的行员 他就是直接跟我讲 好几间补习班申请都被打抢 本来满心期待教育部推出的纾困方案 针对私诊补习班在疫情期间 受到影响的业者给予资金贷款 但徐老师问了好几间教育部签约的金融机构 却处处碰壁 那我们打去 那边的小姐是跟我们讲说 虽然我们是公股银行 但是也不见得说 你们送件就一定会过 他们就讲说因为补习班的不良力比较高 所以我们今天去申请这样子的一个贷款 都不会过 仔细看教育部拟定的贷款项目 针对营运资金贷款 额度最高600万 期限长达三年 还一年宽限期 短期周转金部分 额度最高1000万元 期限一年 贷款看似疯货 业者却认为 我们都看得到 但是吃不到 光是五六月份跟去年同期 大概就都减少50%以上 房租房东也不会调降 可是我们一个月的支出都是十几二十万的 疫情重创补教业 小型补习班 只剩远距教学授课学生 业者还得要给老师费用 但租金基本开销 依旧要缴 只能苦撑下去 针对业者目前状况 教育部回应 有任何银行拒绝受理情形 可以向本部反映 另外参与业者申请上也有困难 公司是没有 营业额是零的 那我们分公司是有营业额的 那我们用分公司的名义去申请 那还有说需要我们再补一些很多很多的资料 至于让我们再申请过 我们会有期待感 但等到两三个礼拜以后 再告诉我们说 你没有申请成功 那重新再开始 业者申请分店纾困 却还要总店报表 更夸当的是 总店业绩更差 遇到各种刁难 还得再次补件 贷款核实下来 寥寥无几 根本是缓不济及 TVBS新闻 讲话文的于晗 台北采访报道